變了兩個字串分開來了 那分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中間再放一個空白空白 兩個空白之後移到中間 那用ANDAND因為串接嘛對不對 然後呢再把這個AND中間再空白空白 移到中間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把它切開來之後有沒有 這邊就是一個字串 這邊就是一個字串分開來了對不對 然後呢我中間要擺一個I 那為了要跟它串接就跟火車一樣 火車跟火車中間呢一定要連接器 道理是一樣的 這樣才證據 那這個部分呢 是這個程式裡面最困難的 不過你們也不要太專有腳尖啦 反正就知道說 切開來之後呢 加兩個連接器 然後再把變數放進去 以後的話呢 這個A就會變成A4 A5一直到A59 好了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簡單的 三行乘4 那有沒有發揮作用呢 馬上驗收 直接縮小之後的話呢 來看一下 執行 乾脆把這個確定改一下 按右鍵 改成指定聚集 本來是計算嘛 改成計算2 按確定 我們來試試看 它應該會從頭跑到尾 按下去 有沒有 5 2 所以這邊的話有沒有 從頭跑到尾了 一下子有沒有 一下子有沒有 清楚一下 再確定一下 沒錯 從頭跑到尾 那你想說 這個好像瞬間一下就完 就跑完的感覺 好像沒有那個跑的感覺 但如果說你要慢慢讓它跑的話 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啦 這邊一個到編輯裡面有沒有 假設說你今天呢 希望讓它主行跑 看到結果的話 有一個方法 請你把這個視窗先縮小 縮小一點點 放在旁邊好了這樣子 看到對不對 然後呢 找到那個計算2 真錯 這邊也叫什麼呢 主行 如果說你直接執行 欸 跑太快了 我根本不知道說它怎麼跑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 所以主行跑 可以 主行 F8 其實你要把F8記下來就好了 跑的方式呢 直接按F8就好了 游標放在這裡 按F8 有沒有看到它黃色就是 現在跑的是第一行 第二行跑4 第三行再按一下 那代表這個好處怎麼樣呢 你游標放在I上面呢 這個時候呢 I就會告訴你它現在的值 應該會出現 你們等一下知道 I就會跳出 它現在就是4 那我們再按一個F8 有沒有看到 請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呢 它這行程式直行的 它就跳這邊 就輸出 輸出之後 NAS NAS什麼意思呢 再按F8 就反環回去 跳回去的意思 然後呢 它再執行下一個 這個I現在是5 再來6 7 8 一直跑一直跑 如果你按住F8的話 它就一直跑 有沒有一直跑 跑到59 59 結束了 它就跳出了 它就跳出程式 當然如果你 跑 你不需要說 大概知道之後 要執行它 就直接按什麼呢 繼續 它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 善用什麼呢 縮小 我們視窗可以把它縮小 移到旁邊 大概看一下 第二個呢 利用針錯裡面的主行 記得F8就好了 然後呢 再一行一行去執行它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